下一個我們要叫做聲速 聲音的速度 聲速就是聲音的速度 我們前面已經教過了 波速指跟誰有關 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那我們現在教的是空氣傳聲 所以就跟空氣的狀況有關 那我們當然會跟各位說 有一個表 當我可以看得到 你就背 傳聲音的時候 原則上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其實沒有一定 你看 表上面 海水傳聲是1520 可是千傳聲只有多少 1190 這表示海水比千塊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是怎麼樣 氣體大於液體大於固體 所以就這樣背就好了 你就不要管那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另外 你就給我背 波速指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我們在傳聲音的時候 快慢基本上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 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就這樣背下來就可以了 好 一些不一樣的情況就不要理他 那我們講我們是空氣傳聲音 空氣傳聲音呢 如果溫度高 如果濕度大 如果風速快 而且順風的時候比較快 你也不太需要管濕度大 你也不需要管風速大或順風 我們主要講的叫做溫度高 高溫的時候傳聲比較快 溫度越高 傳聲的速度就會越快 這裡有幾個數字 好 0度C如何 20度C如何 就出現一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叫做V等於331加0.6T T就是攝氏溫度幾度 這個公式從來沒有出現在課門過 這個公式從來沒有真的出現在課門過 可是我們老師都會加 我都會讓你壓背 我們學測考慮一次要用到 可是學測考的時候不是 他就告訴你這個 0度的時候331 20度的時候343 那我現在15度 怎麼辦 理論上就自己去算就算出來了 自己就比出來了 但是如果你有背就直接在公式就好 OK 所以從來沒有出現在課門過 但是老師都會教就跟我 背起來 V等於331加0.6T T就是攝氏溫度有幾度 就背好 然後以後考試說 我現在溫度25度 你就算出來深入多少 我現在溫度15度 就算一下深入多少 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 要請同學注意 重要觀念 你給我記好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界值頻率不變 這句話對光也一樣 這句話對光也一樣 這間教室 這個音樂廳 一 這裡熱一點 那裡冷一點 他演這個兜 熱一點聽到的是兜 冷點聽到的是兜 你不會前面聽到兜 會不會聽到拉 不會這樣 頻率通通都怎樣 一樣 頻率通通都會一樣 這句話對光也一樣 對光也一樣 光穿過玻璃是紅色的 經過空氣是紅色的 知道水裡面還是紅色的 頻率通通都會一樣 所以 同一個聲波光會也一樣 同一個聲波 任何界值頻率一樣 OK 另外 另外 我們教過了 波數值跟界值的種類狀態有關 所以 同一個界值 不管什麼聲波 速度都一樣 大聲的 小聲的 高音的 低音的 通通都 一樣 速度都一樣 這兩件事請你給我記好 這兩件事你給我記好 第一句話叫做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界值 頻率不變 第二句話叫做 同一個界值 傳任何聲音 速度不變 速度不變 這兩個重點 你給我記好 你給我記好 就是我們的重要觀念 可以嗎? 可以